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昨天有個朋友問我 他想買一部飛林相機 到底怎樣去檢查一部相機 是否正常呢 有什麼地方需要留意呢 這次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順便 一部飛林相機 看看外觀 最主要的就是有沒有粒粒變變 因為怕之前可能跌過 即使弄都未必弄得好 或者弄不弄得有很多手尾 如果外觀有花座 脫皮 這些是個人的選擇 當然啦 個程度上不同 價錢也會有分別 一部相機最重要的就是快門 我們由B快門開始設定 按鍵就開 放手就關 一秒 二分一 四分一 八分一 三分一 那你會聽到其實聲音 是不斷越來越快的 雖然未必說會 百分百 測到它是對還是錯 但是起碼邏輯上 這部機是正常的運作中的 最怕的是到某個程度上 會停了 或者是撐得很遠 那這個就是要留意了 因為可能那些情況 就需要慢右了 再擠下去 六十分一 一二五 二五 二百五十 那這些去到高速快門 就未必說 那麼清楚聽得到它的分別 但是都是感覺得到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快門開的時候 有沒有全開了 是不是完全全開了 接著檢測完法門 就要檢測一個法門 檢測了 看看它有沒有漏光 首先 這樣來看一看 枕開來看有沒有漏光 然後呢 上一下菲林 看看有沒有漏光 如果兩下都沒有漏光 那即是OK了 沒有漏光 但順便說 就是還有一個 這個千萬不要不見 因為M1 M2 M3 M4 都有這個 如果不見了的話 買回來就比較困難 那另外呢 看完這兩樣東西 接著檢測一下 對焦 對焦 是不是 這個波子仔 你動它的時候 是不是會左右動 那就可以摺起來 好像現在我對著鏡頭 摺起來了 最重要的是 看看有沒有高低 就算有時跌了 它有高低 即是又不對了 如果是最好的話 是會用一支鏡頭去試 試它的距離 對不對 比如說這裡 我現在對一下 OK 看到其實是六呎 那這裡的距離 應該差不多 我現在這支是50mm的鏡頭 拍過來是六呎左右 那當你拍了很多張的時候 你也要留意一件事 譬如剛剛拍了五張 那這個是不是會動呢 還有就是說 當你開了一個蓋的時候 如果是M6、M7、Mp的時候 它會自動reset counter 它會自動reset counter 而其他的 其他的 像這個M3 就拆了的時候 它會自動reset counter 它就會自動reset 因為有時彈弓 會是 舊了 會斷座 有機會是這樣 就不會自動reset 那當然 其實 不止這麼多東西 因為沒有飛臨相機 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是可以大家研究一下的 那這些是主要的問題 那如果你說有興趣 再研究多些 那歡迎Facebook message 我們 WhatsApp 或者是直接打電話過來 或者上來我們店舖都可以 我們是11點半到晚上8點都在